天柱 用的很多 現在我們看後腦 後 後腦這耳朵 後腦呢 他有兩根大金 這裡有兩根大金在後面 給摸到 後面是不是兩根大金 這個腦骨頭呢 剛好在這個地方 我們腦後面的骨頭 下面兩根大金 大金的中間呢 就是我們的 都脈 豐福啊 雅門就在這裡面 大金呢 他跟 後腦骨 後腦骨交接的地方 這個 我們叫做天柱 天柱呢 我們講頭是天 就柱子在這邊 如果天柱請 一個人來看你的時候 這個病人已經這樣 沒事就彎過去 天柱請命在旦夕 那這是 進取穴 後向強痛 你可以下天柱 因為後向嘛 可以直接打天柱 脖子酸也可以打天柱 從天柱 外開一寸這個地方 也在這個骨邊 這裡有一個 天柱 外開一寸 也在骨頭邊 這個我們有一個特別的穴道 這穴道呢 就是 屬於經外息穴 息穴 就叫做 失眠 我們專門治療失眠 就是安眠 血 血明呢 安眠 所以你如果 晚上 睡到睡不好 好 壓壓這個 暗眠穴 暗眠穴 揉一個暗眠穴 好 那你如果揉到天柱 越揉精神越好 因為 他 膀胱筋的心氣會很旺 好 天柱旁邊一寸 好 就睡著 過去的 武術家就在這裡點 頭後面一點 睡著就是這個穴道 好 可以下針 加進去 我們後面好幾個穴道 常常用的 天柱我常常在用 那 我們下這個針呢 不用下針都是一吋針 下進去一半差不多五分就夠了 你不要拿個三吋針給他穿過去 嚇死人 或一吋半針下進去都不對的 沒有那麼長 一吋針就夠了 你看那個法根呢 越底下 越深 越長 到脖子那邊法根 很深到下面來 中甘義難 所以關公可能